轉換的時候,這個時間就很短 那就是人家在說的 你的咖啡不夠厚度 厚度 厚度不夠 我們常常聽到吃咖啡的人會講 沒有厚度,厚度就是這個意思 你的轉換時間 越短,它就是 越高 如果時間越短,就是越厚 所以其實你們等一下 好好再體會一下 這隻豆子其實它韻味很長 它厚度是很厚實的 這叫就在說這個 那這支咖啡就是這裡 對,這個曲線 這些吃掉齁,我 過兩天都會email給你們 最好一櫃都喝下去 乾了 乾了 乾了,現在等乾了 聞了 聞了 就像你乾淨 乾拿給我聞一下 乾淨來 你拿給我聞一下 一樣的 味道很香的 不一樣的 當然不一樣 它熱到溫到冷掉 咖啡都不一樣的味道 這支咖啡 我在家裡面 我把它煮完之後 冷卻,放到冰箱當冰咖啡 哇 比冰咖啡好喝 這個冰咖啡 是不是它要濃度 比較厚的 我就這個濃度啊 我沒有特別加重 就是這個濃度 然後把它 就像這樣煮完之後 我把它放冷卻 再把它放到冰箱 去冰攤 你再把它拿出來喝 比你在市場上 我可以跟你講 你喝不到那種味道 謝謝